老杨可以说来补一段历史的课 就讲到了清末 大煞将情 在清末的宗室里面 有一个所谓的满人无虎 这五个人是少壮派 而且他们略意改革 意图奋进 以求挽救为王 但可惜的是 大势已弃 一个比一个死得惨 好了 清末大家知道了 也就是1900年左右 这个辛丑条约 八国联军 这个庚子年 大煞将情 风声鹤泪草木皆兵 满清的宗室其实也有一些 希望通过改革 来改变统治方式 来延续政权生命的人 其中这五位满族的政治精英 值得一提 这满清宗室的五虎将 第一位呢 是满洲的香白旗人 叫墨茶铁梁 墨茶铁梁自宝城 这个人以支兵自称 曾经是龙鹿的幕僚 后来当了副部 兵部侍郎 1903年到日本考察军事 回国以后呢 就担任了满清政府的练兵大臣 协助袁世凯 创设北洋六阵新军 就在天津小战练兵 当然还继续的监视 袁世凯 在之后 他也深得慈禧太后的重用 慈禧太后任命他创建 任命他当为户部的上书 从财政上抑制 袁世凯的新军 袁世凯的北洋新军 袁世凯虽然对此不满 但也没办法 因为天下还是满足人的 无可奈何 这个铁梁 支兵也懂得外面的世界的变化 他是慈禧太后 悬在袁世凯头上的一把利剑 时时刻刻提防他 要小心办差 不然的话就把你灭了 铁梁 1906年光需32年 整个清政府清廷的官制改革 铁梁专任陆军部的大臣 并接过了北洋新军 六阵中四阵的统帅权 削落了袁世凯的军权 但是呢 慈禧太后很快就去世了 这位铁梁呢 因为跟摄政王带风不合 而辞职 改任江陵将军 到了江苏 到了江苏 江陵将军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 铁梁的江陵兵派 逃回北京 在这之后他一生 自立于忽必 当然这所有的忽必 都是失败的 到了一只狗原残长到1938年 他76岁 就在英国 在天军的租界里面呢 就病死了 这是铁梁 第二个人呢 叫鱼库里 恩明 他也是满洲 香白起人 是庆亲王呢 义匡的女婿 举人出身 当过太原之府 山西岸查史 两淮沿运史 江苏岸查史 江陵布政史 1906年 升任为安徽巡武 这位恩明呢 是清末主张新政 搞政治体制改革的要角 在他任内 大力的推行新政 大胆采用 向严妇这些人 来为其所用 他的政绩里面呢 尤其是在教育领域 特别的显著 比如说新学 比如说安徽陆军 测会学堂 安徽蒋武堂 安徽立营警察学堂 安徽将校研究所 也是从军队的建设出发 导入了西式军事训练 于当时的地方军队 1907年的7月6日 恩明在安庆 主持巡警学堂毕业典礼时候呢 就被革命党人徐续林乱枪打死 那个时候他62岁 这是恩明 这个名字大家应该是熟悉的 因为这个名字是跟徐续林挂在一起的 第三个人叫爱新觉罗戴哲 爱新觉罗戴哲 也是晚清中士大臣 是晚清中士立宪派的重要人物 他不是相摆其人 他是正皇其人 爱新觉罗 光绪20年 1894年他晋升为郑国公 应该是 不能是红二代 清二代清几代不知道 总之 比铁帽子王爷还稍差一点 但是靖国公 1905年清政府特派戴哲和其他四位大臣 叫护布侍郎 戴鸿池 兵布侍郎 徐世昌 湖南巡护 端方 商部又成 少英 叫出国考察政治 这是著名的满清后期的五大臣出阳 戴哲出阳考察 接触回国之后 上书朝廷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上来 奏请宣布立宪密责 这是清朝的宗室的高干子弟里面 一个极力推广立宪制 尤其是君主立宪制 他把日本的天皇制度 日本的宪政体制 列为摆在列国之首 奏请仿造日本和德国 改行君主立宪制的政体 应该说他的意见是被 慈禧太后所重视 甚至所采纳 但是没有等到清政府开始实施立宪 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清王朝随即就没了 荣誉太后不得不签下了这么一个退位书 这个事情 这个历史有很多的记载 这是中国本来用和平革命的方式 解决了一个封建朝当的结束 共和体制的运营而生 后来也因为冯玉祥 撕毁了这个血液 这段历史就不说了 清王朝的灭亡 所谓的君主立宪制当然就没办法推行了 所以戴哲之后就变成了王朝忽必的重要人物 他曾经大力支持 辩子君张勋忽必 可惜的是一事无成 1929年穷困潦倒 抑郁而终 死的时候只有61岁 爱新杰罗 戴风 清朝宗室的立宪派的头头 第四个人 爱新杰罗 梁毅 他也是襄皇其人 清末大臣 中社党首领 这个党大家应该在民国的时候是听说过的 留学日本 他在日本那么录了士官学校的步兵科 那跟蒋介石不一样 蒋介石是士官学校的炮兵科 1908年呢 清廷的禁卫军成立中央警卫局 他担任了第一协统兼香白旗独统 他也以支兵制裕 懂军事 他参与的主要是清朝改军制 练新兵 立军学 尤其注意援览军事人才 以铁梁 被称之为合在一起 清末的干将 好了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 这个老兄梁毅 主张坚决镇压 拒绝启用 袁世凯 1912年的一夜呢 跟副委 铁梁 等皇族成员组织中社党 被推为中社党的首领 反对跟革命 南方的革命军议和 反对清帝退位 主张跟民军决一死战 1912年的1月26日 这位梁毅被革命党人彭家珍 投掷炸弹炸成宋章 两天之后伤重成死 35岁 临死的时候梁毅叹道 炸我者英雄 我死 大金 谁亡 这让他不幸言重 第五个人 大家也熟悉 叫托庆科 端方 端方 当然也是正白其人 满清 最后的一个大臣 官制呢 直立总督 北洋大臣 那不得了 位高权重 户序变化中 朝廷下召筹办 龙工商总局 这个端方将军呢 被任命为独办 他一天连上三折 提出改革措施 所以说呢 在清政府这个体制里面 尽管大厦将军 但是也有一些 内议改革的人 他呢 一天上三个折子 要求改革 提出改革的方案 到了1901年 光绪27年 端方升任湖北的巡武 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有这个人的角色 在历任上述的封疆大历呢 他的所有这些封疆大历的期间 他非常鼓励 那个年代的学子出洋留学 被当时誉为建制派里面的开明人士 奋发有为啊 与内政外交悠有心得 光绪31年 1905年7月 端方跟戴哲等人 五大城出洋考察 宣统元年 调任直立总督 未告权重啊 1911年的5月18日 他被委认为川一汉 越汉铁路都办大城 但是还没有到任 四川就爆发了保路运动 宣统三年 1911年 11月27日 四川新军化遍 端方和他的弟弟端锦 被那个时候的军官 刘一凤所杀 两个人的头颅 被装进铁盒子 带到了武汉 游街示众 直到端方的长子端济先 巡回 才运到北京的安葬 这五虎将 一个比一个死的惨 这意味着一个朝廷 一个政权呢 走向穷途末日的不可逆的趋势 庚子之乱 洋人入侵 两宫狼狈 西逃 这一番精力呢 让走进暮设的慈禧太后深受刺激 慈禧太后应该也意识到旧制度没有办法再持续下去 最初的变化 最初的变化 他呢 当然有很多限制啊 几个不准 但是呢 他也知道 不改不行 不变革不行 所以呢 涉及到行政管理 文化教育 废除科丘制 实际上都是在持续太后 还没死之前就定下来 到了1905年日俄战争的东山省爆发强烈刺激了整个当时中国的朝野 多数国人认为日本战胜俄国是宪政战胜专制 只有立宪才能救中国 所以立宪的运动的主持人和领袖人物叫张坚 印发了日本的宪法 拿了十二册 寄到京城 托人送进内庭 大参考 走内部渠道 慈禧太后据说是仔细阅读了 后来召见大臣议事时候评论 日本有宪法 以国家甚好 反而是那些大臣面面相须 没有人敢接话 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 喜怒无常的慈禧太后 这个评论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大家都担心讲错话 因为那个年代 虽然没有说定义一尊 但是慈禧太后就是一尊 随后大臣们不断的递辙子 走内参 不断的上奏 要求立宪 尤其是我们刚才说的 待辙待正 因为都是忠实的自己人 能够说自己听得懂的话 所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出身汉军旗的端方 也是立宪的主要推手 端方曾积极参与戊须变化 这一点太后当然也知道 所以他接见端方时问 新政皆以举行 当富富有为伴者 这个端方太大胆 直言不讳 尚未立宪 慈禧太后当然也知道 立宪必然要实现民主 脸色大变 立宪如何 端方说 立宪则皇上可以 世袭谎提 因为这一点是实习的 慈禧也知道 因为像英国日本 以及当时大多数的立宪国 也都是可以 皇上可以世袭谎提 疑似乎才有五大臣 出阳考察各国立宪 考察大臣回国以后 太后和光绪皇帝 各别召见戴哲两次 端方三次 其他几位各一次 垂问周祥 这几个大臣都痛臣中国 不立宪之害 以及立宪后之力 两宫洞龙 欲 以只要办妥 身宫出 无成见 开绿口子了 开绿灯了 一似乎就出现了 中国在1900年之初之后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广泛的朝野立宪的争论 最终的结果是立宪派胜出 这些立宪派都是体制中人 光绪34年8月初一 公元1908年8月27日 朝廷颁布 清定宪法大纲 以及意愿法 选举法要领 以及逐联筹办事宜 则 确定九年立宪规划 看过这个历史文档的人都说 这是当时世界上 最先进的一部 君主立宪制的宪法 只是几个月之后 慈徐太后开挂了 驾崩 他走了以后 就预示着体制内的宪政派 体制内的立宪派的失败 这个皇朝的运气不行 到了非倒不可的那个阶段 你再怎么力挽狂澜 都是玩不回来的 到了这个不行内外交困的时候 你倒逼改革 还是不痛不痒 所以清政府 这五虎将也罢 慈禧太后也罢 光绪皇帝也罢 有心立宪 无力回天 这也是历史的一个深刻的教训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好像不断 感谢观看